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鬼子妖美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如果你喜欢妖美的频道 记得给妖美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今天我们要去 不是我们是我要去 一个人准备去 拆起我的公车之旅 其实这个对我来说 我已经期待很久了 之前有几次本来就想要去体验 台湾的公车坐起来怎么样 然后上面有一些什么不一样 所以呢我就想要去体验 但是在台湾真的是变难了 以前我在大陆的时候 经常搭乘公车还有地铁 然后在台湾就是出门 本来十分钟可以走到的路 但是都要骑机车 然后再远一点的话就是开车 使得我变得胖胖胖胖嘟嘟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坐公车不是挺好的嘛 但是就一直没有去体验过 想要说体验看看 那今天这一集呢 我就是要准备来一集 妖魅的公车之旅 好啦待会儿见 出发之前呢 我已经跟朋友还有跟我的先生已经咨询好了 那要怎么做 然后怎么怎么样 其实心里面还是有一点恐慌的 那其实呢 但是也不必担心 不会走丢的 好啦 那就开始咯 等公车 好像快要到了 出发之前我就在Google上面查好了路线图 要从哪一个站出发 到哪一个站换乘 Google上面都写得很清楚 而且哪一个站几点会到 几点会发车 时间表都在上面 所以我从家里面出发之前 可以抓好公车的出发时间 再出门就不用久等 这很方便 在台湾坐公车的话 是要招手的 这是我和莎莎去台北那一次 我才知道的 就是像这样子招手 那么公车就会停下来了 如果你不招手 它是不会停的 哎呀 我是成功上公车了 但是呢 我是从后门上来的 对 我是走后门 从后门刷卡上车 台湾的公车 后门是可以刷卡上车的 以前在大陆的时候 从后门上的话 那就要跑到前面去刷卡 因为刷卡的地方只有一个 但是在中国大陆 只需要上车刷卡 下车不用刷卡 所以台湾的公车 和大陆的公车 计费风湿是不一样的 我现在要准备下车了 所以我从后门上 还是从后门下 下车前一个站 启动之前 我就走到这个地方刷卡 也可以提前按门铃 但是我看到有人 直接跑到这里先刷卡 比较方便 都可以 当我在上公车和下公车 刷卡的时候 我没有留意看我卡上有多少余额 我现在要去另外一个公交车站 然后去换乘 我现在要去另外一个公交车站 从这个公益公园这边 然后右转 然后去转车 图书 有一个图书城 看 那是不是这一个 要去看一下 这里有27路 开往台中的 对 我要 我要在对面坐才对 这一个站呢 叫做公益公园 而对面那一个站的站名 和这一个是不一样的 对面那一个站的站名 是和地图上显示的站名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台湾的公交车站牌 它虽然是同一个地方 但是它的站名是有所不同的 这个和大陆是非常不一样的 大陆是两边的站名 都是一模一样的名称 而台湾这边同一个地方 公交车站牌 马路两边 左右两边名字不同 这个 我要坐坐坐 坐到这里 这里等着27号的公车来 27路来咯来咯来咯 车在这里 学会招手招车 台湾的公车就不会溜走了 我发现有了悠游卡 的确很方便 不用投币 也不用找您 好了 我们已经上来咯 这是我坐第二辆公车咯 我发现台湾的公共汽车上面 前半段基本上都是给不方便的人士设定的 比如我上车来看到的这一个区域 它就是给一些坐轮椅的人专用的区域 而且有很细心的设计 比如说拂手杆 还有下车门铃的按钮 还有紧急按钮 以及还有放行李的地方 像这个地方呢 它也是分左右两边都可以放的 就是这一个台面 也可以站在旁边 也有那个下车门铃的按钮 前面呢有一个座椅 这边有三个座椅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基本上是孕妇和一些坐轮椅的人设定的吧 当然如果说没有人的话 我们也是可以去坐对吗 我就觉得这个设计对一些不方便的人士设置的特别的友好 还有这一块应该是折叠的座椅吧 红色竖着的这一块 我没有看到有人坐 但是我觉得它应该是座椅吧 然后车前面还放了一瓶消毒酒精 这个地方呢就是坐轮椅的人使用的区域 再来我看到这个区域 地上一个一个的点 就是防止轮椅的轮子滑动 这设计的也太贴心了吧 前面我不是说发现好像没有扣我的钱吗 然后我现在上车刷卡了 这显示这个我真的看不懂 台中是普通上车扣0元 余419元 它成优惠20元 这等下一秒我刷完卡之后 它又显示这样子 扣0元余221元 这个我就搞不明白了 那我的这一个悠有卡上面的余额到底是221元还是419元呢 但是我能确定一件事 我这一天坐公车一分钱也没有花 因为成为台中市民 没有了 如果只要你去办了台中市民卡 在台中坐公共汽车的话 10公里内是免费的 但是超过10公里外的话 如果要是超过10公里 车资上限是10元 这是台中的双十优惠 所以如果你要到达的地方只是在10公里内的话 所以全部免费哦 就算是换成也是一样的 这福利太好了吧 这个也是我回到家之后才发现的 老早之前就有粉丝告诉我说 叫我去办台中的市民卡 但是我一直没有去办 但是我没想到我的卡就是台中市民卡 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坐上免费的公共汽车呢 这福利也太好了吧 还有就是台湾公共汽车上面的座椅是皮椅 看起来很高级的样子 而且还有扶手杆 另外就是还要系安全带哦 如果不系安全带的话 是要被罚款的 1500元 我在中国大陆坐的公共汽车上面没有安全带 这也是我来到台湾这一次坐公共汽车才发现的 原来还有这些有这些安全措施的设计和规定 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总的来说总算是体验到了 拜拜 成功成功下站 要去找老虎城 因为我刚刚突然发现 我突然发现就是那个公车上面 然后有写着老虎城 然后我就在这一个站下了 但是在Google里面然后搜索到的话 它不叫老虎城下 是另外一个站下的 古城河南路 刚刚Google的时候 它是导航到这一个站 导航到这一个站 然后后来结果我看到有这一个站 我就到这一个站下 但我不知道过去有多远 我现在要开始导航 那个老虎城好像就在这个地方 成功到达老虎城 我没有迷路 我成功到达这个地方了 老虎城也是第一次来 我来这边这么多次 我都不知道这边有一个购物 老虎城在这里 在这里 那我朋友还没来 接下来就要开启我去逛老虎城的快乐啦 和姐妹一起逛街 逛到爽歪歪 上面还有好多美食精品 真的是太爽了吧 我的朋友是从另外一个地方来 他准备打车来这边和我一起会合 但是他还没到嘛 所以我要准备一个人去逛一下 看看老虎城是不是很老虎啊 看一下到底有多么的威猛啊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取它叫老虎城 看起来也不像老虎嘛 不过这个山城看起来还是蛮悠闲的 其实我来过这边很多次了 但是真的不知道老虎城在这里 然后也不知道这是一座山场 啊 悲哀呀 被去逛街了 被去找 跨宗室 楼下吗 这里吗 是这里吗 好像是 这是母乳 这是哺乳室 男生 女生 这是一个蹲侧 蹲的 然后可以放东西纸巾 脑流出门死尿多 说的就是我这一种人 我们今天就是在这一间店逛了一大半天 逛好之后呢又去买了一些精品 吃的 这一层都是吃的 拉面 我朋友告诉我说这一个拉面还不错吃 但是我们是吃了午餐才来的 所以呢我们准备去买一个蛋挞 没想到我们出来之后发现外面有下一场大暴雨 这里面其实对我来说还蛮好逛的 尤其是那一个品牌里面的衣服 我觉得好喜欢哦 下次还要来 我们逛好了 热车 上车路 我们又到这里咯 那我们今天到真正这里 我这个不要脸的妖门又来趁晚餐了 哈哈哈哈 先哦 这火锅 麻辣的好正 嗯 这个我下午好正的 这个面真的超喜欢超香超好吃的 下次还要来吃 准备回家咯 在台湾第一次打Uber成功 这是我在台湾第一次自己打Uber 其实也蛮简单的嘛 但是我没想到这一个司机超老实的 当我到站的时候 准备付钱的时候司机告诉我说 哎 你是有优惠的哦 然后我这一趟打车回来才85块钱台币 他然后还告诉我说 一般第一次打Uber车都有这样的优惠 而且还告诉我说 一般有很多司机是不会跟我讲的 还教我怎么看 从哪里可以看到有没有优惠 真是感恩感恩 好了 这期就到这里咯